大家好,我今年参加了瑞典大拉纳大学的一个汉语语言学课。 我们的课是很基本的,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学习语言学,而是学习汉语,练习汉语。 为了练习汉语,我们每一个学生也做了一些演讲。 今天我想跟你分享我做的一个演讲,我的题目是方言还是语言? 我先问你吧,如果你应该区别方言和语言,你要怎么做? 可能,你来说,如果两个方言有一样的语法,有一样的说法,一样的发音,一样的词汇,它们就是一个语言。 但是方言常常有不一样的词汇,发音也是很不一样。 语法可能是可以用的标准,但是也有些问题。 例如,方言也可以有特别的语法。 在我的德语方言,有这个说法, My father's auto. 标准德语的说法是,My father's auto. My father's auto的翻译是,My father's car,我父亲的汽车。 但是方言,方言者说,My father's auto,My father's auto,My father's car,我父亲他的汽车。 很奇怪的语法,但是这是方言的语法。 所以,有的方言也有跟标准语言不一样的语法。 如果有不一样的语法,这不够区别方言和语言。 我们只可以说,如果两个方言有完全一样的语法, 那它们不是语言,不是两个语言,是方言。 另一个标准是,互相同化,Mutual intelligibility。 如果有两个说不一样的方言的人, 它们可以听得懂,另一个人说的是什么? 那它们说的是方言,不是语言。 因为语言有很多不一样的语。 但是,一个语言和另一个语言不应该是互相通话。 但是,事实上,还有问题。 例如,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可以互相通话。 我们说,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不是一个语言。 它们不是一个语言的方言。 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是两个语言。 但是,这个互相通话就不可以用。 还有,德国北部的人和德国南部的人, 如果说方言,他们不可以互相通话。 所以,我们有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两个语言者可以互相通话。 另一个例子是,两个方言者不可以互相通话。 所以,这个标准,互相通话这个标准, 也很难决定,很难区别语言和方言。 我们真的有的是一个课度。 你看,在这儿,我们有西班牙语。 在这儿,我们有法语。 它们的练习没有很近。 可能有百分之五十可以互相通话。 但是,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很近。 它们可以互相通话,没什么问题。 然后,加泰罗尼亚语和意大利语也很近。 也没有什么问题。 意大利语和拉丁罗曼语也很近。 如果它们说话,也可以听得懂百分之八十。 然后,这两个语言,拉丁罗曼语和法语也可以互相通话。 所以,我们从西班牙语到法语,又有这个练。 西班牙语和法语不可以互相通话。 但是,在这个线的课程,每一个语言都可以明白它的邻居。 我们应该在哪一个地方说这是语言,这是方言,这还是方言,这是语言,很不容易。 另一个标准是,如果两个方言有一样的书面语,或者一样的书面表现形式, 它们一定是方言,不是语言。 例如,美国和英国说的都是英语,它们有很不一样的口语, 但是书面语完全一样,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很一样。 所以,我们说的,它们有一个标准,然后美国话和英国话是方言。 但是,这个标准也有些问题。 常常,我们有的是双层语言, Diglossia, 意思是,在一个国家, 口语是一个语言, 书面语是另一个语言, 完全不一样的语言。 还有的语言, 没有文字。 我们不可以用这个标准。 到十六世纪, 在欧洲写的是拉丁语, 说的是别的语言。 这个是双层语言的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知道,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 法语等等, 不是拉丁语的方言, 它们完全不一样。 但是, 写的总是是拉丁语, 说的是不同的语言。 在德国也有这个情况, 到1800年, 标准德语在德国是应该学习的外语。 所以德国的方言到1800年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说有一些语言, 但是这年以后, 标准德语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德国的方言都变成比较近的, 比较像的。 还有另一个标准。 如果你问社会, 不问语言学家, 社会来说, 如果两个方言有一样的文化, 一样的身份认同, identity, 它们是方言, 不是语言。 但是这个标准也有些问题。 一样的语言者可以有不一样的文化, 不一样的身份认同。 例如, 美国和英国的文化不一样, 但是它们的语言, 这是一个语言, 不是两个。 在很多国家, 有的人觉得它们有一样的文化。 有的人觉得它们没有。 比如说, 在加拿大, 如果你来问说英语的加拿大人, 他告诉你, 加拿大有一个文化。 如果你们说法语的加拿大人, 他告诉你, 加拿大有两个文化, 有说英语的文化, 也有说法语的文化。 所以, 有这个矛盾, 在一个国家, 有些人告诉你一个文化, 还有人告诉你有几个文化。 我觉得在中国也是这样。 在中国, 有的人说, 中国汉族有一个文化, 有的人告诉你有几个。 政治要同质化。 因为如果一个族有几个, 有不一样的文化, 他们可能要独立。 所以, 政治要同质化。 政治告诉人, 我们的国家有一样的文化, 我们有同样的身份认同。 我们是一个国家。 这是政治的计划。 我很喜欢这个诺言。 A language is a dialect with an army and a navy. 意思是, 如果你的方言有自己的国家, 那它就不是方言了, 不是方言了, 是语言。 我们看中国的情况吧。 例如, 普通话和广东话。 普通话和广东话没有一样的语法。 他们的说法也不一样。 他们不可以互相通话。 他们有一样的书面语。 普通话和广东话都用普通话写书。 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呢? 我不太清楚。 我们问广东人吧。 我还要说一下这个端言。 A language is a dialect with an army and a navy. 中国有汉语, 还有方言。 中国的方言有不一样的语法, 可能互相不通话。 但是我们不问自己, 他们是不是语言。 因为他们都在中国。 如果一个国家很强大, 他们说, 我们说, 这个国家有一个语言。 在这个国家的方言就是方言。 但是你看南斯拉夫的这个例子。 南斯拉夫现在没有了。 这个国家, 在这个国家还存在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语言。 这个语言叫Cyber Creation。 我对他的汉语名字不清楚。 可能是塞尔比亚克罗迪亚语。 这样吧。 一个语言。 塞尔比亚语是Cyber Creation的一个方言。 但是战尔比亚语以后, 但是战尔比亚独立以后, 克罗迪亚独立以后, 我们说各有各自的语言。 如果你认语, 如果你认识塞尔比亚的人, 塞尔比亚人, 你不应该说塞尔比亚语跟克罗迪亚语一样。 如果你这样说, 它一定发生, 它一定生气, 它一定生气。 塞尔比亚语和克罗迪亚语连字母改变了, 这是因为它们不相语一样的。 现在塞尔比亚常常用Cyrilic字母写的。 还有黑山, 黑山Montenegro从塞尔比亚语立了。 语立以后, 黑山人觉得他们也有自己的语言, 叫Montenegrin, 黑山语。 他们读立以前都是说塞尔比亚语, 但是读立以后觉得他们的语言应该有黑山语这个名字。 他们说黑山语跟塞尔比亚语完全不一样。 所以, 如果一个语言有自己的国家, 我们应该说这是语言, 不是方言。 结构, 我觉得这第二和第四标准最重要, 因为第一个标准, 一样的语法, 一样的说法很难以用。 第三个, 一样的书面语, 一样的书面标识形式, 在很多的情况下也不可以用, 因为书面语和口语完全不一样的, 不是一样的语言。 所以, 最重要的标准是第二和第四。 第二是, 两个方言可不可以互相通话? 如果可以, 就是方言, 如果不可以, 就是语言。 第四个说, 如果两个方言有一样的文化, 一样的身份认同, 有一个国家, 那我们叫它们方言, 不是语言。 这两个标准是现在最重要的, 但是, 我已经告诉你, 有很多问题, 你不可以说, 这两个语言一定是语言, 这两个方言一定不是语言。 这个区别很不容易, 也有很多人不同意。 我说完了, 谢谢你。